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火箭军两任司令皆遭罢免 三上将四中将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在数月前无故撤换前任国防部长后 现任国防部长终于产生 腾讯高管在中国游戏动荡中放弃关键职位 巴西接管继2000领导权 对全球经济感到高兴的原因 2023年是气候变化的又一个创纪录年份 请大家收看 中国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等被撤人大代表 综合新闻 中国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等9名军队将领与人员 被撤销人大代表资格 被罢免的包括三个上将四个中将 火箭军前后两任司令员被罢免 根据新华社星期五12月29日 发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军人代表大会 决定罢免张震忠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军人代表大会 决定罢免张玉林 饶温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海军军人代表大会 决定罢免居心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空军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丁来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火箭军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履宏 李玉超 李传广 周亚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依照相关规定 张震忠 张玉林 饶文敏 居心村 丁来行 履宏 李玉超 李传广 周亚宁的代表资格终止 张玉林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撤销 丁来行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撤销 周亚宁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撤销 2024中国两会召开时间公布 综合新闻 央视新闻消息 14届全国人民代常委会第7次会议 12月29日下午表决通过了 关于召开14届全国人民代二次会议的决定 根据决定 14届全国人民代二次会议于2024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日前召开第12次主席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建议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于2024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 波音 中国民航所有737 MAX飞机均已恢复运营 综合新闻 波音中国总裁柳青星期五12月29日发文说 中国民航的所有737 MAX都恢复了运营 波音中国微信公号星期五发布名为辞旧迎新的文章 柳青在文中说 在波音团队和客户团队的通力合作之下 中国民航的所有737 MAX都恢复了运营 现在由近百架飞机组成的中国MAX机队 正在以更高的效率和更加出色的飞行体验服务广大乘客 并开始直飞多条区域国际航线 柳青还说 随着中国民航业的继续恢复和增长 波音也向中国客户交付了新飞机来助力他们提升运力和运营水平 柳青还说 波音主要在华子公司和合资企业都实现了重大业务进展 包括天津波音三期扩建完成 新厂房即将投入运营 上海波音培训中心提升了培训能力 舟山波音园区组织了喷漆和维修技能比赛 进一步提升了业务能力 并为交付飞机做好了准备 中国停止购买波音737 MAX机型已历史四年 中国在数月前无故撤换前任国防部长后 现任国防部长终于产生 CNN 中国已任命前海军司令董军为新的国防部长 此前两个月 他的前任李尚福在长时间为公开露面后被撤职 但没有解释 董军自2021年起担任中国海军最高指挥官 李尚福自三月份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来 自八月底以来一直为公开露面 引发了关于他命运的激烈猜测 他的失踪和随后的撤职是在一系列未经解释的人事变动之后发生的 这些变动动摇了中国高层 中国政府多次拒绝就李尚福的下落和缺席原因发表评论 新任部长董军自2021年起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最高指挥官 腾讯高管在中国游戏动荡中放弃关键职位 彭博社 腾讯首席探索官代为 沃洛斯坦将在中国政府对科技、娱乐和游戏公司进行监管的挑战下辞去管理职务 从明年1月1日起 沃洛斯坦将过渡到高级顾问职位 在腾讯工作的20多年里 沃洛斯坦负责为公司寻找投资 并在其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 由于北京的监管政策 腾讯的成功近来有所减退 市值大幅下降 沃洛斯坦的离职正值腾讯继续应对这些监管挑战之际 巴西接管G20领导权 外交政策 巴西作为G20轮值主席国的新角色 将测试全球南方国家 在全球主权债务和发展贷款体系改革方面的进展 巴西财政部长菲尔南多 哈达德旨在增加多边开发银行 向贫困国家提供用于气候 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的贷款资金 巴西还希望改进高负债国家 寻求债务减免和重组的流程 此外 巴西计划推进有关改革全球税收体系的谈判 这些谈判已经在其他国际论坛上开始 但尚未结束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重要嘉宾的缺席 可能会影响巴西担任G20主席国的任期 墨西哥将于2024年6月举行总统选举 华盛顿对移民政策的压力 可能会加剧半球政治中的两个持续动态 墨西哥可能会在向北推进的移民进程中 部署安全部队和其他国家机构 以换取美国的政治让步 华盛顿还可能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以进一步限制向北的流动 预计到2024年 巴西和桂亚纳将是石油产量增长最大的国家之一 这些石油产量的变化将影响各国的财务状况 环境生育和地缘政治 墨西哥将于2024年6月举行总统选举 民调显示克劳迪亚新鲍姆很可能获胜 他是洛佩斯、奥弗拉多尔的门徒 阿根廷在哈维尔 米莱的领导下的变革最有可能在2024年动摇拉美政治 未来一年将展示米莱对阿根廷经济进行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广泛议程 如何影响邻国经济和地区合作 对全球经济感到高兴的原因 金融时报 根据花旗银行的全球经济惊喜指数 全球经济在2023年超出预期 为2024年带来乐观的理由 尽管面临疫情、欧洲战争和供应链中断等挑战 经济表现出了韧性 全球物价增长预计将下降 通胀预计将在2024年底降至5.1% 金融市场表现良好 华尔街的主要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虽然一些经济体面临困难 但印度、墨西哥和越南等国家显示出了希望 生成是人工智能和减肥药等技术创新 也为增长提供了潜力 2023年是气候变化的又一个创纪录年份 外交政策 2023年 全球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创下新高 使全球在减排目标上进一步落后 美国国家海洋核大气管理局宣布 2023年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气候变化政府兼专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发现 到2030年代初 全球可能会突破工业化前温度1.5摄氏度的临界点 然而尽管国际社会呼吁淘汰化石燃料 但中国和美国在2023年批准了新的化石燃料项目 中国发放了数百个新的煤电厂许可证 而美国批准了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 包括在阿拉斯加进行有争议的石油钻探计划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上 谈判代表批准了一个为面临气候影响的国家 提供损失和损害基金 但富裕国家只承诺了所需资金的一小部分 COP28的最终协议也未能呼吁全面淘汰化石燃料 总体而言 2023年让许多政策制定者和环保人士 对气候行动的进展感到失望 苹果供应商力讯精力将以3亿美元的交易金额 控制关键的iPhone工厂 南华早报 苹果的中国制造合作伙伴 力逊精力工业计划收购和台湾合硕 Pokatron在中国昆山的iPhone组装工厂的62.5%股权 此举是苹果努力加强与中国大陆供应商的联系 并改善与北京的关系的一部分 这次收购预计将提升力逊与富士康Foxcon的竞争力 富士康是苹果的主要合同制造商 力逊在苹果供应链中的重要性近年来迅速增长 苹果一直在培养中国供应商 已提升在北京的地位 因为大中华地区约占该公司总销售额的20% 然而 由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苹果也正在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印度 远离中国 咖啡硬注推 中国不断增长的咖啡需求 引发了激烈的咖啡馆竞争 南华早报 中国不断增长的咖啡消费 正在推动本土和外国咖啡连锁店之间的激烈竞争 中国现在拥有的品牌咖啡店比美国还多 分析师预测 随着咖啡店扩展到中等规模的城市 中国不断增长的咖啡需求 将成为未来咖啡豆需求的关键驱动力 国际咖啡组织的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9月的一年长的季节内 中国的咖啡消费量比上一个周期增长了15% 达到了308万代 曼尼托巴省省长Vapinio表示 他在TikTok上遵循安全预防措施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省长Vapinio 确保他的TikTok帖子 由非政府设备的工作人员制作 因为存在安全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在TikTok的所有者 Bitdance中有股份 并且法律允许该国访问用户数据 加拿大政府设备上禁止使用TikTok Kainu在TikTok上有65000名关注者 他认为政治家在该平台上的存在很重要 因为一些人从那里获取政治新闻 俄罗斯在玻利维亚的理政变 德国之声 根据官方信息 俄罗斯尤一集团计划投资4.5亿美元 在玻利维亚的理生产试点项目 玻利维亚被认为有可能发现2300万吨里 使其成为世界上储量最大的国家 该合同是在玻利维亚经过多年的政治争吵后 试图将自己展示为可靠合作伙伴的时候签订的 中国的华为声称通过强劲的销售打破了围困 金融时报 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报告称 尽管面临美国的制裁 但其营收达到了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该公司表示 预计2023年全年销售额将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 990亿美元 比上一年增长9% 这一结果是在华为在2020年遭受美国制裁的情况下取得的 这些制裁严重影响了其核心业务 包括智能手机制造和基础设施设备销售 尽管面临挑战 华为的离岸销售因制裁而受到影响 但该公司对未来前景持乐观态度 2024年 全球一半的国家将进行选举 民主的未来取决于选举结果 加拿大环球邮报 预计2024年将是全球民主的关键考验 因为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口将以某种形式参与国家选举 然而 民主的成功不能仅仅通过投票人数来决定 还取决于强大的反对派 自由媒体 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 独立的司法机构等等 不幸的是 在过去的十年中 许多领导人和候选人威胁或废除了这些民主基础 尽管他们继续举行选举 因此 2024年即将举行的选举被视为充满焦虑和担忧 因为他们可能进一步侵蚀民主价值观 近年来 民主倒退现象有所增加 领导人集中权力 操纵选举和法院 并驯入民主机构 以保持对权力的伪民主控制 这导致全面自由的自由民主国家数量下降 选举独裁国家和非自由民主国家数量增加 这一趋势令人担忧 全球一半的国家的民主进程都出现了下滑 然而 有希望扭转民主倒退的趋势 最近的例子包括2022年波兰的选举 结束了极右翼法律与公正党的统治 以及2021年巴西的选举 推翻了极右翼强人贾伊尔博尔索纳罗 这些胜利凸显了变革的潜力和坚定人民的力量 虽然非自由民主领导人和政党的崛起令人担忧 但他们并不一定会持续上升 独裁者们不再有其他系统可以推销 他们对权力的掌控往往是脆弱的 防止进一步倒退的关键在于维护强大的民主规范和价值观 抵制削弱民主的制度变革 并形成广泛的联盟 专注于自由民主 2024年即将举行的选举将为全球民主提供关键考验 他们将决定最近的倒退是一时的挫折还是更持久的衰退 关注这些选举并努力加强民主机构和价值观 以防止进一步侵蚀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数字经济推动12个领域 目标是金融、科技和农业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数据管理局NDA已确定了包括金融、技术和农业在内的12个领域 以推动数字化作为经济驱动力 NDA的三年行动计划旨在实现数据产业每年超过20%的增长 并在2026年将数据交易翻倍 该计划还设想到2026年有超过300个典型数据应用 数据应用示范区以及具有创新和影响力的数据提供商和第三方机构 NDA将重点关注工业制造、农业、贸易、交通、金融服务和技术创新等行业 数字化推动将包括智能制造、农业生产整合 以及与金融机构共享税收和行业数据 NDA成立于10月 负责推动数字化发展、制定蓝图、引入数据共享的统一标准 并支持公共服务的数字化 在中国人口问题持续困扰的2022年 不愿结婚和生育的态度继续存在 南华早报 根据2023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间 中国人结婚和生育的意愿继续下降 对于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兴趣也显著减少 2022年 25至29岁人群的未婚率上升至51%以上 较去年的48.7%有所增加 育龄妇女的年生育率也从2021年的31.27 下降至2022年的30.22 导致这一下降的因素包括养家成本高昂和个人追求 这种人口压力威胁着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 京东在反垄断诉讼中赢得对阿里巴巴的10亿元人民币赔偿 彭博社 京东在反垄断案中赢得了对其较大竞争对手阿里巴巴的1.4亿美元和解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认定阿里巴巴的天猫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要求卖家与其平台独家合作 京东于2017年发起诉讼 挑战阿里巴巴的独家要求 此判决是在监管机构于2020年底对阿里巴巴展开反垄断调查后做出的 该调查结果导致阿里巴巴因反垄断违规行为被罚款28亿美元 并被要求停止某些做法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一直喜欢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中国火箭军原司令李玉超等九名军队将领与人员被撤销人大代表资格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动 涉及到三个上将 四个中将 以及火箭军的前后两任司令员 这样的变动在军队中并不常见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对于军队的管理非常严格 对于军队的高级将领也同样要求严格 另外 2024年中国两会的召开时间也已经公布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于3月5日在北京召开 而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则将于3月4日召开 这是中国的两个重要的政治盛会将会讨论和决定一系列重要的国家事务 我们可以期待在两会期间会有很多重大政策的发布和讨论 此外 波音公司也传来了好消息 中国民航的所有737 MAX飞机都已经恢复运营 这是对波音公司的一大利好消息 也是对中国民航业的一大进步 我们可以期待中国民航业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发展和提升 接下来 我们看到中国的国防部长终于产生 前海军司令董军被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长 此前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在长时间为公开露面之后被撤职 而新任部长董军自2021年起担任中国海军最高指挥官 这样的变动在军队中并不罕见 但也引起了一些猜测和关注 此外 腾讯高管戴维 沃洛斯坦在中国游戏动荡中放弃了关键职位 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科技娱乐和游戏公司进行了监管 并对腾讯等公司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我们知道 中国的游戏市场非常庞大 但也面临着一些监管的挑战 最后 巴西接管了G20领导权 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将测试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主权债务和发展贷款体系改革方面的进展 巴西希望通过增加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资金来帮助贫困国家实现气候 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的发展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内容涉及到了军事 政治 经济和科技等多个领域 非常丰富和有趣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发展和进步 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困扰 希望大家对今天的新闻内容感兴趣 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并未经许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